就是最后把这一题稍微再延伸的部分 再稍微讲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 刚刚有提到那个关于这个LEN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他原来的资料在这里 外面包MID 然后呢 这边LEN 特别注意关键地方 如果会锁住固定的位置的话 那以后你在Sales这个列的列号 你就是给他一个固定列就可以 有点像在那个我们的 刚刚那个Index里面 这个Index里面 有点类似Index里面 我把它锁一个前 这个D1 这个E 然后呢 向右拉 因为他每一栏的数字 D会变成E E会变成F 那前面就不要锁 那有点像是什么 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J 他每下一个的话 他就会帮你加1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LEN的位置就不会是固定的 OK 那这个当然也是同学问的比较多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这样做 其实就是还是需要再花一点时间理解一下 很多东西其实都不用特别去死背它 因为像这种东西说真的 你把它背起来 其实说真的 你下一次如果遇到别的状况 那又不合用了 OK所以特别注意 那当然至于怎么写 有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这是当然我自己把它想出来的 比较好的方法 那至于就是说 你那如果有别的其他的解法 也没有错 其实也没有错 如果说你可以想出一个公式 也是符合最后的结果 那也OK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思考逻辑都不一样 那最后的话 那还有一些题目比较困难的 包含就是我在云端白板上面有提到用Indirect 你这边也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或者是用Obset也可以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后来又有同学会问说 如果要做个变化题 什么变化题呢 因为呢 这边的话 A栏的部分呢 有一个部门 那如果说我们将来的需求是 我希望呢 把刚刚的这一个题目有没有 再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过来 然后我希望在这边多插入一个部门 比如说我希望将来把这个人的部门搬到这边 也自动加上他本来没有部门这个栏位 那因为将来我在做报表的时候 会需要这个人是在哪一个部门的讯息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啦 你用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来做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如果假设用Index 刚刚是B 我们是B2到B33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要还多一个部门的话 那这个如果用公司来处理 相对会相当的麻烦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用VBA来做的话 这个程式该如何写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 因为这个复杂度也比较高了 然后我大概给各位一个提示 基本上的话我想到的就是 我会用一个叫MOD MOD的一个 一个一个运算值 这个要运算值 就是说这个MOD是除以多少的余数 假如说呢K 我们刚刚不说K等于2 假如K等于2 这个发生的话 意思是说我们刚开头的时候 那我就去抓前面的资料 OK 另外的话K等于2 K为什么知道等于2呢 其实你可以什么 把那个K先归0 然后除以4之后的余数为0 那基本上K就等于刚开始去抓资料的时候 另外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蓝数是等于4 OK 如果有两个这个条件的话 所以我把这边清除一下 如果我要把 这清楚给大家改一下 这个范围 那如果我要把资料带过来是正确的话 这边的 那应该这个按钮有把它改过了 那我后来又改一个叫人事芬兰的 那这样带过来就OK了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大概就改了 在这个程式里面 多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个逻辑判断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那只是说这个逻辑判断 相对的比较复杂一些些 基本上的话 有改的地方就是这里 原来 原来的资料其实都没有变 其实中间这两行 其实跟上面这两行 其实一样的 有变的话就是说 我增加了一个if的逻辑判断 跟else 还有andif 这个逻辑判断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它是第一次抓资料 那怎么知道第一次抓资料 就是当k-2 因为初值等于2 先把k的值减掉之后 再除以4看看 能不能整除 ok 如果能整除的话 那表示说它第一次抓资料 而且 就写j等于4 j等于4 就是第4栏的意思 ok 这两个条件要同时为true 所以and 这个叫做交集 才去把同一列的什么呢 A栏的资料带过来 ok 就把它放过来 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 哇 那就快很多了 不然的话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基本上 你就要用人工来处理事情 如果用人工来处理这样同样的事情的话 哇 那真的是很花时间 而且呢 如果你今天用人工来处理 你明天还要用人工来处理 以后都要用人工来处理 那变成是说你效率一定没办法提高 但是如果你希望以后呢 可以快速的把这件事情完成的话 那就有必要思考一下 把刚刚这一题增加一个部门的这个栏位 试试看 那当然呢这一题其实延伸性还蛮大啦 甚至后面我还讲到说 我们现在是把b栏变成defgh好了 那将来的话甚至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些栏位呢 合并成同一栏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为了要做报表 常常会资料有分有合 又有合有分 分分合合 常常有的事情 所以你要怎么样可以快速把资料做 快速的呈现 所以底下的话当然还有啦 就是把资料做合并等等的 是相关的动作 那也许请各位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再练习看看 那今天的话本来还想讲 讲这个326这一题啦 不过看起来时间 如果要这个详细讲 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 不然的话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然后呢也许可以最后剩一点时间吧 把这一题也许稍微再讲一下 那这一题其实基本上我是觉得还蛮又更复杂了 但是很重要 这个需求是这样 如果我点一般的时候 请你把是一般的资料呢 把它搬到这边来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二般的话 那就把这边是二般的 带到这边来 基本上跟各位讲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需求 如果你要以Sale的公司来完成 那跟各位讲太复杂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什么呢 用那个VBA来写的话 反而简单 用什么来写的最简单 跟各位讲 因为当然我在我的那个参考答案里面 讲的蛮多的 但是跟各位讲 其实最 我是觉得最精简的 就是用我们前面黑名单筛选 那个范例 讲到的部分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筛选 就Autofilter 然后呢再配合一个copy 其实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一般二般资料都带过来 所以其实主要就两行 一个是Autofilter 一个是copy 就可以做出来了 所以最后的话 请各位可以把刚刚的部分先消化一下 最后的话 也许我们就把那个326最重要的部分再带 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有同学问到 有关什么 把需要的资料复制到你想要的位置去的话 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法 其实就是筛选 配合复制 copy 其实基本上都是用range 所以最后的话 它前面有一些铺层 因为前面 我本来前面是有用到 用Excel里面的那个阵列来做 后来发现太复杂了 所以最后的话呢 发现用什么 用那个就是Autofilter加上copy 其实是最快的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你看到 好 好 宝珊 好